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IOH講座 那首先呢 先來自台北的愛台灣 而且願意盡最大力量幫助年輕人的何卑卑 想要告訴年輕朋友們 請將忘掉過去 活在當下計畫未來 這句話謹記在心 因為只有活在當下過去才因此有價值 未來才因此有希望 好 那這是我IOH講座的一個目錄 首先我會先自我介紹 然後介紹我的學校 我的科系 印象深刻的課程 然後再來是課外活動的經驗 還有其他的經驗 最後是我大學這幾年來的一個心得與反思 首先是我的自我介紹 我是許欣穎 然後我是高雄人 我畢業於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然後我現在就讀成大的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的四年級 然後呢 這是我講座的一個大崗 就是我會先介紹一下工資管系 然後再來是我大學生涯的一個經驗的分享 首先是我的學校 就國立成功大學 成大是一個科系非常非常多元的學校 是全國規模第二大的綜合性大學 目前有四十幾個系 然後三十幾個所 因為就是科系非常多元的原因 我覺得是成大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因為在這裡我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科系的人 不同領域的人 大家的想法或思維會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今天如果可能一直待在我的學院裡面的話 大家可能想事情都是用同一種方法 或是大家所知道的事情都一樣 但因為我今天跑的活動認識外系的人 我可以了解非常多不同的事情 那不同的想法思維會有一個交流跟衝擊 那資源豐富我覺得也是成大的一個優點 雖然大家都說南北資源就是有一個差距 但是我覺得成大的資源對我來說已經非常非常的豐富了 那其實我有很多朋友都說很羨慕我們成大有很多講座啊 然後交流啊 交換的一些機會 那我覺得資源豐富豐富重點是我們懂不懂得去抓住這些資源 那如果資源再豐富自己不懂得運用也沒有用 所以還是等著我們自己去抓住這些豐厚的資源 接下來是我的科系就是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那首先這是我們系館的門口的照片 那就是移進去左邊就是我們的系K 是我們系上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因為所有人的所有年級的學生在沒有課的時候都可以來到這裡 那大家在一起討論功課或者是讀書 是一個大家交流的好地方 所以是一個凝聚感情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呢 目前是全台灣唯一一個融合公館跟資館的科系 那我們所學的東西呢 有融合了工業的知識 資訊科技還有管理科學 那是現在全台灣目前 因為資館是台灣現在最多的一個科系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融合公館的話 這個會學到更多的東西 那我們科系的話主要是一種T型的學習 T型的意思是說 我們先大一大二的時候一些必修的課程 會是跟管院都很像的一些很像的學習 就是三個領域的課程我們都會去奠立一個基礎 那之後在深入比較高的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比較有興趣的領域 然後縱向的深入學習 那就像一個T字型一樣 那這三大領域的話分別是生產與作業管理 資訊科技以及管理科學 那我們在大二下的時候會選擇分組 但這個分組對學生的選課來說 其實沒有太大的限制 因為你只要在你所選的那個領域 修了至少三個學門 還有必修的幾個選修之外 其他的選科是非常自由的 所以學生在我們科系的話 可以就是想要修什麼有興趣的課都可以修 就是彈性是非常的大的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生產與作業管理 那這些課程有些是選修有些是必修 那我覺得比較屬於生管 所以我都把它併在這裡 那像作業研究是公管系很重要的一門課程 它主要就是我們發現一個問題之後 我們去界定跟分析這個問題 那用數學的模型來把這個問題建立出來 然後去解這個模型 來求得一個最佳解 那對企業的生產流程來說 就是可以知道怎麼樣 就是譬如說我生產多少 才可以是一個最有效率的方式 那像模擬導論的話 我們會跑軟體去模擬生產 或者是服務的機構 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情景 然後品質管理的話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企業的生產過程中 怎麼維持我們的品質 是在一定的水準 還有像隨機過程管理會計 也都是生管的一個部分 那生產流程的管理我覺得 簡單的說它就是要將有限的資源 去做最有效的運用 那一個企業它要怎麼去降低它的成本 提高它的品質 縮短它的工時 那去達到顧客他們的需求 讓他們滿意 就是生管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第二個領域就是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的話 有分計算機程式應用資料結構 像這兩門課的話 是墊底我們一個寫程式的基礎 然後還有一些演算法 那像資料庫管理跟系統分析與設計 我們比較偏重的去設計跟規劃 這個系統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比較沒有去著重在怎麼建構它 而去著重在怎麼管理跟應用這個系統跟資料庫 那電子商務的話也是現在一個非常夯的商務的形式 所以這些就是一個資訊科技的一些課程 那我們系上資訊的課程我認為是比較偏向資訊的管理跟整合 一個機構它內外部 它資訊流是怎麼樣的去流通 就是資訊科技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個領域就是管理科學 管理科學的話 比較沒有那些數學方面的計算 但是它是比較偏向管理面向的一個理論的課程 那譬如說有像行銷管理啊 心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 財務管理等等的 那我個人很喜歡的是心理學 那其實並不是我們系上開的課程 是我們可以去選修醫學院的普通心理學 那算是我們系上的一個選修承認的學分這樣 那是一個很有趣的課程就是 研究人類的一個行為的科學 再來是與資工系的差異 因為我們系的簡寫工資管 就是跟資工有點像 所以有些人就會想說是有什麼差別 那資訊 資工系就是資訊工程 他們比較著重在工程的部分就是技術 像他們在寫程式的部分 比我們是深入跟重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他們很重視那個技術的部分 那我們資訊管理的話 比較著重在怎麼去管理跟運用這個資訊系統 那譬如說今天有一個系統 資工系可能他們負責的是把這個系統去建構出來 那我們負責的則是怎麼去應用跟管理維護這個系統這樣 這大概就是資管系跟資工系的一些差異 那系上有一些 對程式比較興趣的同學也都會去選修資工系 或者是雙組修資工系的課程 對 那我們公資管系未來出路的話 因為涵蓋的面向是很廣的 所以我們未來出路的選擇也是非常的多 那有些人會選擇繼續升學 或者是直接去工作 繼續升學的話 像我個人是選擇繼續留在成大的公資管所 那也有人會去推增資管所 或者是青大台大交大的公公所 或者是城市比較好的同學可能就會去推增資工所 那比較有對商學比較有興趣的也會去考商研所 那因為我們其實學的領域還蠻廣泛的 所以這些所就是大家就是能選擇的方向也非常的廣泛 那也有一些同學他們會選擇出國去讀書 那有去美國的、去歐洲的等等 那目前比較多的事都是去美國留學 就業出入的話 像升管的部分有生產專員 工業工程師、品管工程師等等的 他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工廠裡 我今天生產這個東西我要怎麼去排成我的生產流程 那怎麼去改善整個工廠的規劃 改善我的流程 能夠縮短我的工時 讓我的資源做最有效率的應用 這個是公管一個部分 那像資管的話可能有系統的維護管理 軟體的工程師、軟硬體的銷售等等的 就是也是我們資管一個選擇的方向 那因為我們系已經今年剛好是創系60週年 過去這60年來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系友在業界裡面 那因為過去他們就是在那個經濟起飛的時代 非常多我們公管系的學長 他們到社會中之後他們就會去創業 所以現在有很多系友都是業界的董事長、大老闆、高階經理等等的 那我們有時候會舉辦一些系友講座 他們會回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那他們有組一個系友基金會 就是對我們現在學弟妹是非常大力支持 不管是系上的活動 或者是我們系群會要舉辦什麼活動 都是非常大力支持我們 那因為校友成大工資管 因為現在系友的數量非常多 所以在業界裡面 他們大家都會對成大工資管系畢業的學弟妹 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我們系有龐大的力量 接下來是我印象深刻的課程 首先第一個是我們系上的畢業專題研究 畢業專題研究是 我們系在大三下到大四上 這兩個學期之內要完成的一個專題研究 那大家四、五個人一組之後 會去找一個教授 然後運用過去三年多來所學的東西 來做一個研究 那我們這組目前做的事情是 運用統計的方法研究 我們系上大學生入學方式對成績的影響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是申請入學 可能是指考入學 可能是繁星入學 那你對成績是一個怎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做這個研究之後 可能也可以提供給系上作為未來招生的時候 招收人數的一個參考 對 那這個畢業專題研究是一個必修 所以大家就是要修完這個專題才能夠畢業 那因為他就是他的loading還蠻重的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的考 在大三、大四的時候有其他的一些安排的話 要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時間安排跟規劃 那這個是我就是覺得大學這幾年來學了一個 我最喜歡的一個通識 叫做動物寄生蟲與生活 就是它是一個醫學院開的課程 然後老師在上課是會給我們看一些 就是很噁心但是我覺得很好看的影片 然後也會介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寄生蟲 譬如說我現在手上可能都是寄生蟲 對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 那這裡我覺得也是承大一個優點 因為我們有醫學院 然後有很多其他的學院 所以我們通識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樣化的 再來是課外活動的部分 我大學這幾年來就是 大概有蠻多的時間都是在服務學習這塊 那我個人認為服務是一個雙向的交流 就是我們過去可能認為服務就是 我給你好處這樣子 但是其實不是 我給你真正的服務應該是 我可能給你一些幫我幫助你 然後但是我在服務的對象身上 我其實可以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是一個雙向的交流 那我又參加一個服務學習計畫 它是橫跨兩岸 我們跟中國南開大學的學生 一起合作的一個服務學習計畫 叫做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計畫 那這個計畫的話 他們就是南開大學的學生 在暑假的時候會來到台灣 跟我們一起去台南預警的希望之家做服務 那在寒假的時候換我們台灣的學生 到大陸去跟他們一起做 去大連兒童村做一個服務 那這個活動的話 這個計畫我覺得 除了可以做到一些服務學習之外 還可以跟大陸的學生有一些交流 那我們兩岸的學習 教學方法的一些差異造成我們 想法上可能都不太一樣 所以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跟刺激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在大連兒童村服務的時候 那像我們去服務的這兩個機構 他們的孩子都是一些背景比較特殊的孩子 在他們身上我們其實 聽到或是看到了很多 過去真的沒有想過 或是不可能經歷過的人生體驗 那我覺得我們去 與其說是服務他們 我們其實是去陪伴他們 就是帶一些活動給他們這樣子 那就是希望能夠 用我們一點點微薄的力量去 帶一些正向的力量給他們 讓他們在未來的人生中可以有一些 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正向的力量來支持著他們 對 那這就是我們跟孩子們一起去爬山的照片 那就是我們去服務 就是有完全融入了他們的生活 我們就跟著他們的起居作息 然後我覺得就是也體驗了當地的風俗文化民情 覺得這個服務計劃是一個非常值得參加的計劃 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來到城大的話 可以去注意一下這個消息 這個是由服務學習中心就是舉辦的這樣子 那服務學習中心呢就是我 我接下來也有接了一些幹部 就是我後來 我服務學習計劃之後 我就進入中心當幹部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中心呢有舉辦一些活動 比如說像倫益體驗計劃啊 或是跟其他服務性社團的交流 還有舉辦各式各樣的講座 那我們講座其實也不侷限在服務的這個區塊 我覺得我們比較注重的是 社會上一些比較沒有被別人關注到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透過舉辦講座 讓大家來關注到注意到 算是在大家心中埋下一個小小的種子這樣 然後未來就是可能會更自發的是去注意到這些問題 那像這個就是我剛提到的輪椅體驗計劃 那我們在這個計劃中的話就是 來報名參加的同學我們都會給他一個輪椅 那他從起床到睡覺一整天裡面 他都要坐著這個輪椅 去體驗生臟者的他一整天的生活 那我們平常我們知道生臟朋友 他們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不便 但是沒有親身去體驗過 其實很難真的去理解他們真的需要的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後來有請這些體驗者回來 我們一個工作坊 來分享他們體驗的心得跟感想 那就是讓我們真的去知道他們的需求之後 可能我們以後在路上看到生臟朋友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主動去提供一些協助給他們 那這個就是我們跟台藝大紅豆社的一個交流 那台藝大紅豆社是一個服務性的社團 那我們服務學習中心會跟一些服務性社團交流 那去分享彼此做的一些服務這樣子 那看我們還有哪些方向可以去琢磨 那我個人在大學跑了七次的營隊 那有陳大的資管營、營金素營、大學生活體驗營 聯合蓋巡營、I said summer camp等等的 那首先這個是營金素營 就是我們系上還蠻特別的一點 就是我們幾乎過去系上每年來 營金素營都是到墾丁去 對就是大家也蠻羨慕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陳大資管營 從第十五屆到十七屆我大一到大三總共參加了三屆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同樣一個營隊為什麼要參加那麼多次 裡面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說雖然我今天參加這個營隊參加了三次 但是我三次擔任的是不同職位 我從組員擔任到組長 我們稱為主頭 那其實就是大家組長的意思 然後再來到副招 那這張就是我第十七屆擔任副招 然後我覺得在一個營隊中 我可能大家常說換一個職位換個腦袋 但是我覺得換一個職位是真的需要換一個腦袋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職位的時候 還有我們做的事情我們看到的角度都是不一樣的 今天我當組員的時候 我可能只需要把我的表演練好 把我的小事情做好 那當副招或者是總招這些高階幹部的時候 他們需要看到的是一些比較全面的事情 比如說他需要顧慮到組員啊組頭 還有家長、學生、學校跟外界 所有的事情他需要去照顧到 那所以我覺得在一個營隊或是任何活動中 彼此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少了溝通 可能會不知道彼此在想什麼 那有溝通讓大家就是想的事情都可以 大家都知道的話 就是在這個活動才能夠繼續的很好的維持下去 對 那這個是第三屆大學生活體驗營 是成大一個還蠻特別的活動 就是他 他也是一個辦給高中生的營隊 那他涵掛了全成大所有的科系 讓高中生來參加可以去摸索 他到底想要去參加什麼科系 那 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 系外的營隊 就是讓我認識了很多系外的朋友 我覺得交友圈瞬間開闊了許多 然後這個是ISAC Summer Camp 這個是ISAC這個社團 他們辦給國中生的一個暑假的英文營隊 然後他們邀請了一些外國的志工來 就是一同參與 對 然後讓我覺得 有機會可以跟外國人做一個交流 對 那大家可能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一直在跑營隊重複性好像很高 是不是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雖然我每次跑營隊其實我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然後也覺得得到很多很好的回憶 但是 如果重來一次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跑很多營隊 但是我會嘗試 更多不同領域的營隊 比如說 除了玩樂性質的啊 學術性質的啊 可能攝影性質的啊 各種不同領域的營隊 我覺得 可以吸收到更多不同領域的知識 我覺得是更好的 再來是系學會的部分 那我在系學會當然是公關部 那公關部還有我們負責的是工廠參觀 系友講座跟管院演講等等 就是跟學術或者是跟外界接洽的一些合作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系學會的照片 那這個是我們系學會的所有幹部 那我們就是在比較正式的 正式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會穿的套裝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比較體面一點 那這是我們主辦的第一階系友講座 邀請了系上六十幾級的學長 學長回來分享 那就是我們第一次接賽 接待比較資深的學長 就是在很多 接待他們的處事 或者是整個活動的流程上面 都是一個還蠻大的新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在公關部可以學到的是 就是怎麼去跟外界接洽 怎樣的溝通方式 對雙方是最好的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舉辦的一個管院演講 就是管院五個系 一起聯合舉辦的一系列的演講 那這場是鄭框宇先生帶來的 搭訕人脈倍增數 那現場人數是非常的爆滿 再來是五系聯合幹訓營 是我們系學會的幹部們 他們舉辦的一個幹訓營 那我在這之中是擔任一個組員的角色 那在這個幹訓營之中 我是第一個參加比較思考性的應對 那我覺得去思考了我在公關這部分 就是我做的一些事情 那做的一些意義 但我覺得我做的沒有很好的部分是 我好像一直在重複的學長節之前 留下來的習慣這樣子一直做事 然後比較沒有去發展一些新的事情 那我覺得公關的話應該是要 努力的去跟外界合作接洽 然後去發展一個合作的關係這樣子 那就是我 所以我就跟學弟妹們說 這是我沒有做好的部分 希望他們未來可以 不要著一直照著學長節的路走 就是開創自己的新的路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我的其他的經驗 我今年暑假的話有去微軟的實習 那是在Marketing and Operation的當一個暑期的實習生 不過因為我只當了一個暑假而已這樣 那很幸運的是剛好碰上了Windows 10的上市記者會 那我們整個部門都是在忙著Windows 10的宣傳 那我覺得因為我只做了兩個月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點短 做實習不管是去哪裡實習 我覺得可能再長一點就是甚至到一年或一年以上是更好的 因為我才剛開始可能要熟悉這個地方 工作才剛開始比較上手之後 我又要離開了 那也因為我時間很短 主管能交給我做的事情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我覺得實習的話能夠再長一點是 那個收穫是會比短時間還要倍增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在大學這期間也有打過一些工 像是我有當教授的行政助理 然後兒童美語補習班的輔導老師 還有陳大博物館的動畫製作 那比較有趣的是動畫製作 就是這個我幫陳大博物館做了一個Flash的動畫 就是我在接這個打工之前其實 我完全不會做Flash動畫 那我那時候覺得自己也是滿有勇氣的 我想說可以邊打工可以邊學一個新的東西也是滿棒的 所以我就自己去就是跟我另外一個朋友一起摸索 要怎麼做Flash動畫 那現在這個動畫就是也有展在陳大博物館展出 我覺得是一個還滿特別的經驗 對 那預言聲的部分就是我們系上有預言聲的制度 那其實其他學校還有其他科系 有些學校也有預言聲的制度 那他們都稱為五年一貫計畫 就是我大四的時候我就開始當研究生 然後畢業一年之後就是當塑一 也就是我用五年的時間我可以念完學士跟碩士這樣子 那這個的申請方式的話是在大三下的時候 就可以提出申請 那你如果有成績在前25% 然後你論文啊或者是其他專業競賽有獲獎 或是有其他優良的事情你就有這個資格可以去申請 所以就是基本上大家很多人都是用成績前25%那個資格去申請 所以如果未來有想要讀研究所想要用預言聲這個方式的話 就是成績要記得要就是要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那預言聲它是一個很省時又很省錢的方法 省錢的話是因為研究所都算學分費 你每多修一門課多一個學分你就要多付錢 因此我在大四的時候我就把研究所的課都修完的話 我可以省很多錢 那也省了一年的時間 但是壓力就是相對的很大 因為別人在兩年要做完的事情我們在可能一年或者是一年多 我們就要把它做完 就是壓力會很大 所以很多教授都告訴我們說 當預言生心態要趕快調適好 不要再就是覺得自己是大學生的 要把自己當做研究生這樣子 對 那最後是我大學這三年來就是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 我得到了一些心得跟反思 如果可以重來 就是我覺得其實大學這身來 我沒有過得非常的滿意 雖然還是過得很開心得到很多收穫 但是我覺得如果可以重來 我想要把這些我沒有做好的事可以再把它做得更好 那現在就是把這些建議可以提供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早點做好規劃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去交換學生 但是我一直就是事情一直拖延拖延 導致我沒有辦法如期的在大學期間就去做完交換 我必須要帶研究所再多花個一年的時間出去交換 那譬如說因為交換學生需要做一些準備 而且要提早很多申請 那我譬如說我今天想要大四去交換 那我可能大三就要開始申請 大三開始申請 我大二就要開始準備考我的語言檢定等等的 所以你早點做好規劃 你每個年級想要完成哪些事情 那你必須要多早開始準備 我覺得提早準備絕對是有義無害的 再來是培養一技之長 因為我們系呢有融掛了公館跟資館兩個部分 雖然廣泛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選到自己有興趣的那一個部分 然後去深耕它 因為你如果什麼都只學一點點 那就是其實等於是沒學一樣 因為你用不出來 所以在什麼都學了很多之後 要找到自己最有興趣的那個部分 去培養你的一技之長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再來是接觸更多不同的人事務 因為我雖然大學是參加了一些活動 但是我覺得沒有非常的不同的領域 大概都是很局限在我們系上 或者是很局限在同一個領域 那大學其實什麼都有 什麼人都有 什麼事情都有 什麼活動都有 就等著自己去發掘 什麼活動有興趣就去參加看看 也許就是發現自己不同的一片天空有可能 那也可以認識很多不同不同領域的人 那這句話草莓中就是會被壓爛的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個人 我覺得我這一生就是過得還蠻順利的 就是很少經歷過失敗 讓我會還蠻害怕失敗的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這件事情很難 我就可能不想去做它 因為我很怕失敗 但是與其當一顆很容易被壓爛的草莓 就是像大家都說年輕人是草莓族 那我這樣維持著自己自己顆 還沒有被還沒有失敗過 還沒有被壓爛的草莓到職場上 那我終究還是會被壓爛 那我不如我在大學我在求學的期間 多嘗試多失敗 就算經歷了很多挫折 那也是可以讓自己學到很多 而且你失敗很多次你讓自己更堅強 你會更有餘去嘗試很多事情 那你壞處零多是心情不好一陣子而已 但是我覺得多嘗試的好處是 是比壞處更多的 所以草莓中就是要壓爛的 所以不要去害怕失敗 再來是接受不同的想法 因為大學不只是大學 在世界上有太多太多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 那如果你永遠只接受跟自己相同的想法 永遠只跟你相同想法的人做朋友 那你世界永遠就只有那樣了 永遠看不到其他的世界 所以接受就算你不認同別人的想法 你要去接受去思考就是 這是跟妳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以上這些就是我在大學三年來 我覺得比較遺憾自己沒有做好的一些事情 那但是得出了一些想法跟體會 那以後可能會想要更努力的去 去改善這些我的壞習慣等等的 那以上是我的IOH講座 希望我的一些經驗可以幫助到一些 對成大工資館有興趣的人 或者是對大學生涯有一些迷惘的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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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